合同 真的 刁蛮公主你都搞定了 没现身吧你 开个玩笑 你不知道 那家公司的老板 是个女的事特别多 谁都搞不定 所以我们只能派那个 韦玲出去了 韦玲不是善于那个沟通吗 是吗 所以这事就成了 正好 那今天女朋友也在 那我请你们俩吃饭吧 好 你快吃饭吧 行 你这还可以治个天酒呢 敬你呀 你怎么那么努力 就省他来喝 就让他喝呗你还管 来来我陪着我陪着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咱也喝一个 你知道什么 这总统就是要发飙的节奏 卫玲 你到底有没有给那个 刁蛮公主献身啊 你看 当然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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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为了家庭为了事业 你都献身了 我怎么会怪你呢 你放心吧 我绝对手身如玉 董总 找刁 你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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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好 好 不好意思 威脸啊 这个呢 是五千块钱啊 这是额外的奖金 别告诉公司别的人啊 早说呀 我包都没带啊 我带了 那声音 你赶紧收起来啊 那我先装包里了啊 那我先装包里了啊 装装不好看 我们家伟明就是挺能干的 嗯 没错啊 公司现在全账着她呢 试快 试快 还嫌弃别人试快呢 礼服也一样吗 不是来发标的吗 五千块钱就把你打倒了 还好意思说自己追求优秀 后台的你 难看 明明是对她不耐烦了 结果却把自己弄成了自残 自残是想让她感动 结果却是感动了自己 好 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不同意我辞职 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要辞职 我既然可以在你朋友的公司里面 干得不错 就也可以帮到你 我的忙你帮不上 老朱 那我告诉你我在干什么吧 我想拿到美国SYS公司的一级代理 但是要拿到代理资格需要一千万 我没钱 你怎么帮 我 那些投资公司一家一家去磕呗 没有钱SYS公司就不给代理资格 没有资格投资公司就不给钱 小薇 就算你把头磕破了也没用 因为现状压根就是个悖论 事帮不上 给你分担一些压力也是可以的嘛 那我再告诉你 逃离悖论其实很容易 让投资公司相信你能拿到资格 他们就给钱 或者让SYS公司相信你有钱 他们就给资格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只需要耐心 耐心到他们失去耐心 你说 一件荣誉 到底需要耐心的事情 我会有压力吗 老朱 你快要坐吃山空了 怎么维持耐心 如果你没有压力的话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辞职 为什么害怕 我丢掉这个每月四千五的职位 好 我的世界你不懂 与其作物为了担忧 还不如叫方庆松 我给刘总打电话了 明天你依然会去上班 你怎么又来直婚了 凡事路过 过来怀怀就不行啊 迷茫都写在你脸上 迷茫 曹操 当初你老婆跟你闹离婚的时候 是不是她嫌弃你了 你来中国很多年了 应该早就习惯把隐私当话题了吧 因为我的道德确实 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那你说 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因为不忍心 所以才去守着一个人 是不是伟大的有点不忍心 没催 别的老猪 又吃完天下的吧 你知道我的 我不是因为钱 才跟她走到一起的 可是为什么 因为她处在谷底 就会产生信任危机 就会在上市依靠感的同时 不耐烦了 说直白点就是嫌弃她了 不耐烦了 你想听实话吗 好 远因很简单 因为你对她 不够爱 嗯 吗 哈哈 走 我孩子要去哪里 把她抢探 不是 那你寻找去哪里 不想吃 我去哪里 我给你带来 这个挺好的 请允许 恭喜啊 这人类进入网络时代 SYS的大型服务器系统 性能确实突出 而且稳定性 除类拔萃 前景肯定非常好 眼光挺毒的 很早就盯上了SYS 他们的研发团队 就是一个聚 聚 你们是个聚宝盘 对不起 我现在可能思虑太重 二次创业嘛 战略上的战术性的 很多事情都要去想 现在才更知名 对吗 空手套白狼拿下了代理资格 可是投资公司并不像美国人那么单纯 他要见到一笔业绩之后才肯投钱 没有钱 你就没有团队 你就是一个很难被信任的批包公司 这第一笔业绩这么创 看来你那些培训班教了你不少东西嘛 不出业绩就得不到投资 很快代理资格也会被收回 而且会丧失了所有的信用 空手套白狼很传奇 但走不好就致命